县长林明珍今日会同议员肖志全、谢明谋前往明德村及同富村会刊多处野稀改善工程 经现场勘察淤积严重、户岸崩塌严重、影响排虹、河水夹带泥石四处漫流淹没道路、影响通行安全 林县长指示农业处尽数发包改善、维护民众的通行安全 县长林明珍首先会同议员肖志全一同会看新一乡明德段1051地号旁野稀 该野稀上游已均失色护岸下游至道路旁及水井尚无失色保护 水流冲刷下沿岸土堤已有坍塌损坏现象如不禁书失色护岸以及数据损害恐将扩大 县卡如果没有经营、火坡没有做起来、土地继续在岸 就会影响到这些人、我们这些村民的出入 土地都会含水都没人过大路 这一段野稀的两岸物体有将近160万的经费 现场答应说要下去施作 相信野稀复案做好以后对整个石甲明德村这边农友 他们不管在运输方面还有水利工程的安全方面都有相当多的帮忙 今天来火坑,我认为这些需要做来的行政在中间很有道理 像这些没做、没经改善,禁的风台又来,这条路又不通了 所以我们要紧急设计、发包 领县厂随后以惠同议员宪明谋 前往惠同同富村武林野稀 改野稀,建户将临近泼面排水汇集后排入核涉溪功能 又案已有70户案,左岸尚未失射 水流长期冲刷造成左岸吐蹄、刷身坍塌、农地流失、影响排水 我想我们地方要做的,我们就要快来完成 快来它实践,改善这些水路,不要易以成灾 对我们河小村这些机缘,也带来很大的不便 所以我们马上带我们水宝库来紧急设计 比这个年代的情况要做得好 现在管理人们今天来看,看到这个严重性 也体恤这些民众,有代言要给他们改善 大家欢迎到这样 改善后应该就不会去影响这些农作物 明信仁表示,信义乡位于山区许多野稀紧临部落 社区进出要道,常因为年久石修坍塌、淤积等因素 支持排红断面补足,影响排红功能 山水宣泄不及,夹带大量土石淹没如面 不仅影响人车通行安全,也淹没临近农田 造成农民损失,有改善之必要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